大家好,我是羊妹 老公,今天我们去哪里刷? 看樱花 那你看樱花去日本看吗? 是不是带我去日本看? 去日轮怎么去? 你开车去啊 是不是开车带我去日本的? 我这辈子我都没有看过樱花 然后去日本,我们去日本的时候也不是樱花季节 所以去好多次日本 然后也没有看过樱花 我总是把那个桃花然后想成是樱花这样 是吧? 然后我今天要去看一下樱花跟桃花是不是姐妹来的 我感觉他们长很像 因为我都是在网路上看照片 然后我也不知道樱花它香不香 樱花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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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个词了 我们准备出发咯 哦 再回啦 啊哈 平均地 一坨一坨 一坨一坨 整你过头啦 你唱出来太小人啦 一坨一坨 等你 咚咚牛排 小灰霞 在300公尺处继续执行 猛干鸡 猛干鸡 这不是我们上次来吃的猛干鸡吗 你看 你家 我们吃过的猛干鸡 好像那个大坑 一步道就在这边过去上去 是不是 他们很多喜欢去爬山 你看那些人很远去爬山的 戴着那个帽子 然后那个对面是 台中科大在这里 台中科大 之前我之前我办那个拘留证的时候 有很多学生 然后从香港啊还有那些路生 过来这边读书 有的就是读这个台中科大 看圆环渡 看圆环渡 哪里 右手边 过了 看圆环渡 哇在跑车中了 在跑车 在四百公尺处 在云环处 于第二个出口下交流道 上次也有经过那个别墅里 我们去那个新色那个 玩那个射箭的 那时候去看那个新色的那个 那个没有 大坑生态园区 太平 有粉丝在太平 看一下那个炉 等一下 我老公说要买这个玉圆豆花 这个是吧 没看 今天休息 困累了 老 老玉仔 老可可 嘿嘿 老公买了个这个 好吃吗 这好吃吗 你有吃过吗 你有吃过吗 我这样讲对吗 你有吃过吗 我没吃过的 我没吃过的 我们在后面后家 这个和上次那个差不多 又下面也是冰 然后有芋头 有这个什么 红豆 汤圆 就这样的我老公好喜欢吃这个 太美了 这是麦子 确定 小时候我们家种过麦子 外婆在的时候 我外婆每年都会种那个麦子 做那个麦酱 还有麦巴 还有麦什么的 现在我妈妈都不种 好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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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到 新社区 东市 我感觉台湾的农村也是很干净的 还直走吗 还直走 他也是在右手边 是新 就是 刚刚这个中心路的新 叫新社 然后新社的社 你手别冲下 这是樱花吗 不是 就是烤花吧 你要让它 对吧 对 我们慢慢开 欣赏风景 你看这个厢校还有咖啡馆 看到没 这个厢校也蛮舒服的 舒服是舒服 但是生活机能不好 妖妹又不会种菜 那样我们要喝鸡北风吗 地集在您的左手边 木地集在我们的左手边 香菇 我可以学种菜啊 种菜还不简单吗 你说是不是吗 对你说的都对 我弄给你 天空太难了我的天空 住在这边太安逸了我感觉 你留下种菜吧 可以 那你留下种菜吧 我先走了 等菜成熟那一天 我就会回来了 这份都是阿昆在吃 那你都没吃哦 我哪有在吃 我一口都没有吃 真没吃 但是我们来农村吃 算了 精神上支持你 木地地在您的左手边 那儿吗 前面那儿 那儿是樱花 那里 花都没了 人家现在正盛开 正盛开 你看那花 花都卸了 花都是像那样了 这个就是樱花吗 剩下一朵了 大自然的声音好听 我们导航的新色樱花在这里 据说是一个农民 他自己种的 但是好像我们不是这个地方吧 刚刚有一个大叔 他也是从泰安那边开车过来 他说泰安派出所那边也有樱花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樱花 应该是吧 真的像桃花 坤哥问村民去了 花都卸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樱花 剩下鸟鸟无几了 来的不是时候 大家好 我是贵州妖妹 今天呢 我们到了新色的樱花 就是这里了 但是呢 听那个阿伯说 那个阿伯说 嗯就是这个樱花 就是因为前几天 不是很 有几天下大雨嘛 然后又天气很冷 所以花瓣都已经打掉了 那现在呢 我们打听到就是说要去泰安 泰安公安局 泰安派出所那边 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吧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好了 好 跟着一起走咯 待会见 你刚刚说什么 说农村人很直想 嗯就是跟他 问路 他说从头笑到尾 而且说话好温柔 是好 就很淳朴 对不对 对 我也觉得很淳朴 而且他们都很热情热心 都不会不赖烦 对 对吧 然后从头到尾都跟你说怎么走 怎么走 你倒汗说的还要清楚 对不对 但写着新色连缘 阿坤说指路的阿伯就是我们的贵人 所以如果是这种农村生活应该也是蛮 不会有那种坑人的吧 农村很安静 嗯 然后花圈 在台湾的花圈是开业啊什么的才弄花圈 看没很多花圈 有往生的也有弄 往生的也弄了 那个鞋子永怀了不就往生了 哦 这边超过80岁就用红色的 哦这样啊 在我们那边一般花圈是往生的才会有 然后在台湾有的开业也会用花圈 哎 习书不一样啊 前面这个机车是邮柴先生吗 感觉机车两边装饰报纸 大家说妖妹猜的对吗 岔路处继续靠左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那个泰安的 啊太厨所啊 还没到啊 还在前面一点 然后那个阿贝跟我们讲说 这边的樱花比较开的比较旺盛 所以我们现在又转路就是 又变到这边来了 转进 转进 叫做泰安泰出所的樱花 然后还在前面我们去看一下哦 那是私人科技公司种的 这个县长叫陈毅珍呢 是女的 这边人很多 我们差点车位都找不到 在后面尝尝的废物 像不像妖妹在当导游 这里是泰安车站 不知道有没有营业 你看这油漆那个桶 看的好可爱 这个重复也特别的好看 因为它刷白过了 看一下里面是不是有人在买票 奇怪了 没人卖票吗 这是 这是以前的吧 都没有卖票的 你看以前的 泰安班道 在日本也是叫班道来的 这可能也是日志时期的车站 你看这里面 很像观光区 夹口也不需要检票 我也进去看看吧 探索一下 修德还不错吗 右边还有一个小隧道 为什么有人一直往里面走呢 我先去看看阿坤尿尿出来没 这个车站是以前的 你看 你看 还有人坐吗 你看 工序13年 西元1887年 比我大几岁 你看 你都还没生出来 不是 这个不是 18 这车站真的很久了 走我们去看一下 去看看里面什么样子 跟祝姚妹来吧 有了 现在我带你们去坐吧 我车 他不是说是睡闹吧 对不对 好开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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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在观察有没有火车奶 耶 被影杀手 阿坤说火车还有在营业 我们现在要坐火车咯 在泰安 应该没有在营业了 要是还在营业怎么会有人在铁路上拍照呢 人生中第二次走铁路哦 第一次是在日本的铁道博物馆有走过 我还记得那一天的天气也是这么好 但是没有这么长的铁道在走 因为有火车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火车换道控制杆 这是火到火车换道控制杆 谁在这里 那他开火车怎么 他开火车怎么控制呢 就这个转的一个啊 这样 你们看啊 有没有转弯转到轨道 那轨道就会这样移动或这样移动 哦 哦 你看那一个好帅 他们是自拍吗 标志一样的方向灯 这个是方向灯哦 这是火车的那个哦 对 本家我是小白 小白看银灰了 嗯 担心 但是我们来到这里之后 我又舍不得走了 发现了好像 发现了 保障一样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火车到这里玩一下 再去看一花吧 走 这里有一个 这是火车头吗 好漂亮哦 以前去淡水的时候有看过 招财敬保 这个看起来像火车头 但是感觉又不像 头上怎么有油气筒呢 这边很多人拍照呢 因为那个树很美很美 树叶都是金黄色的哦 刚才我还帮几对夫妻做摄影师呢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巡视火车道修理的 嗯 那是厕所吗 我去看看 那个木头牌子上写什么 泰安旧展 异象广场 镇灾复兴纪念牌 纪念碑 花桥 铜桥 艾云福道 再看一眼铁道 还舍不得走呢 好了我们的火车到就结束了 再来我们要去看樱花了 记得给羊妹点赞留言分享订阅哦 然后有什么可以打在留言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